現在有50%以上只有活力的 那這個病人是只有1%有活力 當然動的不好 另外正常肌蟲的形態 它長的樣子 應該是有60%是正常的 那這個病人也不好 只有20%是正常 然後有些沒有 把握都說有些只有兩個頭 這都是不正常的形態 那我們就是用 顯微的微酸手術 把肌蟲精卵結紮 那手術完 病人就因為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就沒有回來病人要分門診了 那一年後回來病人要分門診 病人是帶一個寧願蛋糕回來 表示說他其實看完到一段時間就有懷孕 然後一年多後已經有小孩了 恭喜他 第二個個案是一個高一的學生 那我們其實現在 各級學校其實不錯 就是國小、國中、高中 都會有一些新生入學的健康檢查 有一些本來在小時候沒有被發現的 都會在這個健康檢查被發現出來 然後健康檢查的醫生 一般是加一個醫師 他們就會轉接到進一步的醫院 來做進一步的追蹤 那他健康檢查報告書上 他們寫說 左側陰狼異腸 到底什麼異腸其實也沒有講清楚 所以他轉接來病人要喝了門診 那一樣在門診我們發現說 左邊的陰狼外面就是一頭一頭 在內蠢的外觀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在門診我們也發現說 病人這個小男生 左邊的睪丸 比右邊的睪丸 有相對萎縮了 那我們在門診幫他做個睪丸的超音波 發現什麼 發現說 這邊左邊的陰狼的上面 一坨一坨的那個 曲張的筋脈 大一三米里 然後請病人憋住氣 然後肚子用力 就發現這些筋脈 會再增加一米里 這個就是符合金索筋脈曲張的 超音波的整段 那一樣我們采取 微痛的金索筋脈曲張的結紮手術 把這些曲張的金脈 一來拆一張的綁起來 然後 術後追蹤一年 發現說這個已經有 不但那個金索筋脈曲張已經改善了 而且他左邊的口 慢慢也長大 最上右邊的進度了 那看第三個個案 這個勞生是一個 22歲的外勞 那主要帶到門診 是他的部主 一個翻譯帶過來 然後說這個勞士先生 本來是一個很認真很勤快 吃苦耐療的一個外勞 那最近呢 常常工作到一半的時候 就要求林白說 讓他坐下來休息一下 因為他左下腹 還有左邊的陰狼會痛 那我們在門診的時候 發現哇 這個很嚴重的 基索脈曲張是像這樣子 然後左邊的口 往下墜 這邊浮出來的 突出的 一筒一筒像蟲狀的東西 就是金索脈 那一樣 我們就用 採取微創金索脈曲張 鐵納手術 臺灣的健保其實體外化 其實很不錯 因為外勞 其實在臺灣 主要是合法的都有 想做 同樣的健保的一些權利 所以他們看病 其實跟我們一樣 就是有健保卡 然後做手術 他們說 不知道是泰國還是水平 這個手術在他們國家 沒有保險的話 要好幾萬新台幣 在這邊 開完糕回去 這樣子 超了 也不及幾千塊台幣而已 所以也是想用最好的醫療 這臺灣的健保這個製作 其實 受毀的人真的 很病 這題外化 然後我們一樣 就是採取結索手術 你看 就是用顯微鏡 把這些取張的鏡 一條一條 在顯微鏡像 分開把它放出來 結果 之後三個月回診 病人 據他的領班 聽他的老闆說 這病人又恢復到 以往 這麼奇怪 這個赤骨賴腦的個性 然後工作都可以正常的完成 也不會再喊說 左邊的陰囊不舒服 那基索機慢取張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 討論的一個主題 回顧一下歷史 這個病 其實這個赤骨人類有 以後其實就有這個問題 在西元一世紀左右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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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個醫生 首先 發現說 男性病人的陰囊 心滿血管變粗 這邊病人 最後 那天的睪丸 會萎縮 然後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 睪丸萎縮 其實可以跟 失去男性的 那個 氣幹有關係 所以 那時候幾世紀 希臘這個國家 左邊的金鎖精脈曲張 的狀病 可以不用當病 那證明說 他們會影響 他們的能力性的修復 那一八五十年前左右 這個Kurin這個醫生 首度將這種不正常的現象 他命名叫做 金鎖精脈曲張 Varicoseal 這是曲拉丁文的Varix 就是金鎖精脈 然後再加希臘文的Tether 就是Spell 後面這個金鎖精脈 其中Varicoseal 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的意思就是Tuner 所以他那時候就看出 這個金鎖一口一口 像是腫瘤一樣的 那時候開始這個 這個疾病 就沿用到現在這個用法 那一般正常的金鎖 其實它裡面會有一些瓣膜 那金鎖裡面的壓力 其實不會很大 那當然這個金鎖的瓣膜 如果是有缺醇的話 金鎖就會逆流 然後在遠跡的 遠端的一些金鎖 那鎬丸 它其實在金鎖 從鎬丸到金鎖這一段 有一個叫做慢狀的金鎖 這有錯綜複雜的金鎖 這個金鎖其實對鎬丸的生理 代謝有很重要的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主要是靠這些金鎖 可以把一些 動脈帶過來比較熱的血液 把它給散熱 然後帶回去 整體金鎖回流回去 那比較不熱的環境 其實最早晚 製造金子的環境 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當然如果這個金鎖 有缺陷的話 這些金鎖會淤積回流 在這一群的金鎖裡面 就是我們俗稱的金鎖基麥區 那金鎖基麥區 一張九層以上 都是左側為主 左側為主 你在裡面等上看到 就是左邊 金鎖基麥區 右邊是正常的 主要是跟解剖有關係 正常的 右邊的金鎖基麥 內金鎖基麥 它回流是到下腺基麥 左邊呢 左邊 它是一個瑞角 回流到下腺基麥 左邊 它是一個直角 回流到左邊的正基麥 第一個 這個角度 切進去的角度 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 這個高度 也是不一樣的 這個大概高了 八到十公分左右 所以左邊的金鎖基麥 第一個 它回去的路比較遠 然後回去的切入的 進去的角度 比較脆弱 所以比較容易淤積 所以比較容易淤積 金鎖基麥區張 就由於病學來講 它的正確率 大概有10到15% 大概是年輕人 所以我們一般 像我們都會去幫一些 國中高中生做健康檢查 大概像台南一中 如果是 新生1000個 新生左右 大概我們都會做到 100到150個 金鎖基麥區張 只是嚴重程度不一 所以大概 這個正確率 10到15% 是跟我們做的 健康檢查室相符的 但是在不孕症 在不孕症 這個病人 大概有三成到四成 是基手基麥區張 一級的 如果是在 蓄發性不孕症 蓄發性不孕症 就是本來會孕症 後來 又生不出來了 這一種病人 更有達七八成 是因為基手基麥區張 造成的 所以我們一般 在面膠科的門診 認為說 基手基麥區張 是造成難性 浮暈症 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是 可以用外科手術治療 矯正 和浮暈的疾病 我們來談談基手基麥區張 跟不孕的關係 在 將近一百年前 Mark Burr 和Sander 這兩個醫師 他們首次把基手基麥區 病人的靜脈結紮 結紮以後 病人的七組 就成功懷孕 這是醫學的文獻紀錄 另一位基手基麥區 當經手術矯正 而成功懷孕的個案 在1929年的New England General Medicine 就是新格蘭期刊發表 所以從那個時候到一百年前 你就知道說 基手基麥區張 會造成活運 所以把基手基麥區張的 靜脈結紮了以後 會改善病人的生育能力 那 基手基麥區張 跟這個經濟生肌的報告 大概也是在五十年前 由 Mark Lees這個醫師 在文獻上發表 發現說 這個基手基麥區張的病人 他的經濟生肌報告 第一個 精子的濃度 比較少 第二個 活動 不佳 第三 他的型態 不佳 這些就是像我們第一個個案一樣 就是 呈現出這個經濟生肌報告 那 世界衛生組織 正確將近一萬個基手基麥區張的病人 然後做他的經濟生肌 發現 第一個 患徹的睪丸會變強 第二個 經濟生肌報告不佳 而且 製造保護蟲的 Led itself 就是來自細胞 製造來自荷爾蒙細胞 和功能會變強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 大概在一、二十年前發表的一個結果 睪丸 而造基能力 為什麼會因為經濟生肌脈區張而受影響 主要就是剛剛講的 局部血液淤積在睪丸 會讓睪丸的溫度 比正常高一到兩度 一到兩度 其實就很有影響 正常的睪丸運作就很有影響 但經濟生肌脈內壓症 睪丸局部會缺氧 它干擾保護蟲的新陳栽域 保護蟲裡面 剛剛講的製造男性鎖部 Led itself 會被抑制 所以會造成它製造男性荷姆的能力也渣渣 在經濟油的血液中 有些是有足的一些物質 也會間接影響到保護蟲製造精子的能力 怎麼整轉 原則上如果不變成男人者 跟所有的疾病一樣 我們還是會先混整 就是容易在變成病 這個服孕是原發性的還是自發性的 多久了 睪丸會痛 肚子會痛 什麼時候比較痛 然後 怎麼這樣會緩解 這些基本的病時我們會選分 接下來就是做一些理學檢查 然後有時候會需要寫入一些超音波 像我們前面幾個課來做睪丸超音波 最後可能有需要的話 再抽個血 看男性的血中的搞不同 或是說做個心理分析 那理學檢查 比較嚴重 就是第三度的基索基麥驅傷患者 其實病人讓他站著 就可以看到 因啊 可以直接肉圓 看到出 秋雲般腫脹 扭曲的血管 那醫學有一個專業名字 就是包著一些帶子的蟲蟲 這種現象其實病人躺著的時候 或是肚子不離 並hu總順廂會稍微緩解 那如果 那 Quinone拜託 那你們 Beauty